每年从秋季开始,落叶飘落,早春,橡树叶和一些植物废墟更像雨一样落到我们的屋顶, 进而进入到我们房子的嘎吊里面,堵塞嘎吊排水通道, 轻则排水不畅,重则堵塞嘎吊,正常排水,影响地基。 成本最低的解决办法就是在每年春季,我们进行一次例行的嘎吊维护工作。 这项工作,尤其对老房子的维护最为重要, 延长嘎吊的寿命,保证主体结构干燥,防止地基被雨水长时间冲刷。 我们要做的工作分为四部分,第一部分清理,第二加固,第三防水处理,第四管道称通。 清理工作主要是清理嘎吊内沉积的主色物,一般有植物落叶,杨柳飞絮, 沥青瓦自然风化分解之后的沙粒沉积,工具我们就用园艺的小铲子就可以了, 选择比较平的园艺铲子,这样可以清理的比较干净,按照一个方向进行清理。 我们可以把主色物直接扔到草坪上,也可以带一个桶或塑料搭,一边清理一边收集。 大家在工作的过程中一定要戴上手套,因为Gutter的边缘非常锋利, 虽然做了一定的安全处理,但是老化变形之后还是容易划伤人体。 还有,就是梯子的选择,一定要选择稳固的梯子,例如High Duty的人子梯。 梯子下面的地面一定要平整结实,最好有一个人帮助扶着梯子,同时观察有危险情况。 清理Gutter有一些专门的工具,也有人用高压气体进行清理,我们在这里不做讨论, 主要介绍最简单的园域工具进行清理,清理工作时非常重要。 首先,Gutter内有阻塞物,会影响排水的畅通,其次,沥青码的沙子重量非常重,时间长了会造成Gutter变形,影响使用寿命。 长时间积水之后,会腐蚀Gutter的底部。 第二部分,加固Gutter,老式的房子,往往用Gutter内有固定。 Gutter时间久了之后,会有一部分出现严重的老化现象,松动断裂等情况,或者用Hanger,但是因为变形老化,已经不能起到应有的支撑作用了。 这时候,我们应该增加Hanger,进行Gutter加固。 大家注意,Hanger有两侧,一侧应该勾住Gutter的边缘,一侧应该勾住屋顶的铁皮。 这样,一是确保有足够的拉力固定Gutter,二是可以保证水不会流到房屋结构上。 Gutter Hanger,大概两块多钱一个,大家也可以在Amazon上买大包装的,这样比较便宜。 因为老房子的Gutter需要加固的地方都不会少,每年都需要更换一定数目的Hanger。 保持Gutter结构稳固,工具我们需要采用的是Impact Driver,首先,要确定工具是向前还是向后旋转,同时确保螺丝可以正常工作,不是残自屁。 大家注意,Hanger的尾部首先要勾住Gutter的边缘,这样才能保证足够的结构强度。 Hanger前部要插入铁皮里,一是确保稳固,二是防水,防止水顺着边缘进入主体结构。 我们在另一个角度看一遍,Hanger的头部一定要伸进去,有些人突方便,没有伸进去,这样的话,结构强度不够,必须要伸进去。 伸进去之后,卡住,我们再把螺丝用Impact Driver拧进去。 拧螺丝的时候一定要注意,因为我们是站在梯子上,一定要注意安全,不要用蛮力,要顺着旋转的力量,自然平滑的往里用力。 螺丝不要往里拧的太多,拧的太多,过大拉伸的力量会使Gutter变形。 换个角度再看一下,记住,不要用太用力,我们站在梯子上,梯子并不是很稳固,所以我们一定要一点一点的,顺着螺旋的力量把螺丝拧进去。 大家注意看,拧到最后,Hanger会有一个变形,同时带动Gutter发生变形,我们要确保变形的幅度不是特别大的就好了,不要太多,也不要太少。 三部分防水处理,老房子的Gutter有时会有一些钉子孔,或者金属腐烂之后的小孔,这些小孔都会造成雨水渗漏,这时候我们需要用专门的Gutter胶将这些孔进行分,这种Gutter胶非常好,是银白色的,流动性比较差,当然我这次流动性就更差了,因为有点干了,把每一个孔都堵上,每一个破碎都堵上,Gutter机缝处有漏水,也可以用这种胶,这种胶粘性非常强, 流动性又差,非常适合家庭用防水补动,生活中我们可以用这种胶补漏水的地方,当然有压力的地方不适用,把这些漏洞堵上之后,可以大大延强Gutter的使用寿命,我们要仔细查找,确保所有的孔洞都堵上。 第四部分疏通,当我们清理、加固、防水工作结束之后,我们需要检查Gutter的树枝刀水管是否畅通,这个季节,刀水管内有可能被树枝和树叶堵住,我们轻轻敲一敲,听声音是否清脆,若有着比较闷的声音,很可能是有堵塞现象。 对一些老式的Gutter,导水管底部最容易堵塞,我们拿一个铁丝,把头部轻轻弯一下,然后顺着导水管下部伸进去,轻轻地反复往外转,这样就会把导水管内的树叶和树枝勾出来,保持导水管畅通,这样在下雨的时候,我们可以让雨水流往我们想要它流的地方,保护我们的房子和地基,这一点非常重要。 以上这些是针对老房子Gutter的每年春季例行维护,我们常说重在预防,每年我们花一点时间对Gutter做一下例行维护,可以大大延长Gutter的使用寿命,节省总的维护成本。